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主持人盛春 2023年的3月30号 由华南国家植物园培育的大湾区兜兰取得了国际认证 这个认证对于这个植物意味着什么呢 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植物 我们透过短片来进入今天的节目 走进华南国家植物园 在科研区的兰花苗圃里 一进门就能看到身居要味的大湾区兜兰 这株兜兰高约30厘米 花形独特 花瓣长达20厘米 侧瓣像飘带 螺旋下垂 潇洒而飘逸 大湾区兜兰是兜兰新品种之一 兜兰隶属兰科植物 又名仙履兰 既是最能体现生物多样性的物种之一 也是大自然中的绝美精灵 在我国除应野兜兰和代野兜兰外 兜兰属均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是名副其实的珍奇兰花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请来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华南国家植物园的研究员王英 另一位是华南国家植物园的研究员曾宋军 刚才我们从短片当中看到的 这个大湾区兜兰获得了国际身份证 这个身份证有什么用呢 所有的植物其实它都有一个身份证 大湾区兜兰出南华的一个杂料种 这个杂料种它也有一个人体的一个机构 那么英国王家园义协会 它就是世界上唯一的权威的一个南华登陆机构 只有通过这个登陆之后 才能够全世界都会认同这个身份证 就是我们要做国际推广的话 必须要有一个身份证才能够 这个世界推广才能产生它的影响力 它是被世界所承认的 没错 没错 就像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身份证 我们还有一个护照 那这个护照让我们大家能够在全世界去旅行 大湾区兜兰的国际认证 就像我们的护照一样 你没有这个你就不能推到国外去 大湾区兜兰为什么要让它变形呢 兜兰它的原生证 在全世界大概有109个 主要分母在日月的亚热的地区 跟太平洋岛游这些地区 中国有34个原生证 这些原生证的话 大部分由于这个国际观的原因 它为了实现环境 它可能很有特色 但它学多学校成了一些缺点 比如说白铁兜兰它是一朵花 那么就是我们要使这个兜兰 变得更有光想价值的话 我们使兜兰的话 花又大 花多又多 花极又长 我们还可以使它有最香味 所以我们想办法 就是这个兜兰能够产生这个变形 大湾区兜兰 它是融合了六个清本的不同的性状 然后培育出了大湾区兜兰 所以也体现了我们大湾区 这个地区的融合的这种精神 所以我们才命名这个为大湾区兜兰 说到这个野生兜兰 和我们栽培的兜兰的区别 通过我们这个现场的虚拟动画 你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可以看得到 这个野生兜兰的画 它都很有特色的 有些比如发色很厌 有些可能就是发射也比较长 但是它都单一的 它不能只能到一个物质上面去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兜兰 你看它的发度数又非常多 就明显的差异 对 发射也很鲜艳 我们通过改良把这个野生兜兰的 一些优量性状全部组合到新品的里面 变成一个我们新浙培的一个新品种 那这个品种去激增了 这个野生兜兰的一个优势 所以在市场上就比较大的一个竞争力 野生兜兰它的纯自然的生长环境是什么 它的自然界的话 一般长在这个石粉里面 确实长在林虾的那个扶植土上面 各别的长在树上 但兜兰还是暴地生的 这非常小的品种 能长到树上的 所以它的野外的生长环境都比较殴裂 所以它一般长得就没那么大 就长得没那么好 像我们官员说的 它是有利于这个空城 可是它全粉的 如果没有这个空城一个收粉的话 那么它接不到种子 把这个物种可能就灭绝了 其实我们这个兜兰 自属于能够形成这个兜状 能够一直能够维持下来 也就是因为它进化过程中 一个消失的一个过程 因为就是杜兰的野味的话 它的繁殖也非常难 它的种子是非常细小的 比如说它的整个骨架 一方跟那个芝麻差不多大 但它一个骨架里面 大概有几万到几十万的种子 因为这个种子发育不法传 所以它就非常非常难以萌发 在这些经过上 它必须依靠那个真菌 共生几个营养 它才能够萌发的 所以它的萌发率非常非常低 所以它就非常非常珍惜 因为在野生的环境下 它生存下来 它一定是自身要非常强 是的 一般的话 它的矿变性都会比较强的 其实野生资源 它一些独特的基因 这一派真的是不含有了 我们多兰之中 天边我们现在这一派的 母帝的多兰 它几乎本很厉害 它的原始的一个清本 就是品质多兰 它的矿变性比较强 那么我们就是 还是要把这些种 跟原始的清本去杂交 然后把它的矿性 引到这个新的品种来 才能提高它的一个矿性来 兜兰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 曾经广泛生长在 亚热带地区 但由于生态破坏 及过度采挖 野生兜兰 现已成为最边微的 植物物种之一 甚至被称为 植物界大熊猫 为了保护野生兜兰 从2003年起 华南国家植物园 就开始进行 野生兜兰的 保护和培育工作 野生兜兰 怎样生存和繁衍 就华南植物园 在这个兜兰植物的 保护利益方面 都处在了比较好的成果 在旧的保护 车铁保护 跟资源回归方面 我们都处在了 一系列的成就 比如说旧的保护方面 其实我们国家的话 有唯一的南华保护区 就是广西亚zip 国家集资源保护区 那么它里面 有刹征多 一带业多 还有银蓄多 跟长半段 它的带业多 也是全世界 最大的一个群体 它几十万兔 这是最大最大的了 我们通过 跟这个保护区的合作 我们就对它的痠粉 对它的那个 Josh 都是做了研究 那么就在 具体保护区做了工作 切体保护 全世界109个种 我们大概在 华南植物院 保护了80多个种 这也是实际上 保护这个多蓝素质物 最多的单位了 其实多蓝非常重心 有些东西你不能采的 那么我们就通过 也为它受粉 受粉之后 把种子带回到 我们的实验室里面 我通过这五菌播种 这反式整苗 作为牵连保护 拿到这一部分整苗 我们还可以做 这个资源回归 比如说财云多蓝 就是分布在 我们云南的高地共産 那么它数量也非常少 我们通过这个大量 网子一万多株 我就在那个资源保护区 就扩大它的整群 另外就是原地回归 另外我们也就是 把这些生产出的财云多蓝 在那个养群资源保护区 做到一个异地回归 就是它在另外一个地方 里面生成了 所以这个回归方面 我做了很多工作 另外就是在那个 保护利用方面的话 预出了三百多个 多蓝的一个新组合 我们一百多个品种 在那个英国网站里 写为登陆了 关于我们讲的那个 大王株多蓝 也是这个登陆的品种之一 其实我们还登陆了一个 科布食物多蓝 其实影响力非常大的 它都为激烈生物多蓝 是根月 第一次五次 第六方大会 在我国云 昆明造科的时候 也登陆了新品种 从2012年起 从2012年起 华南国家植物园科研团队 便为大湾区多蓝 选择千本开始准备 筛查想要的性状基因 直到2016年 才开始正式进行杂交 最终确定 将六种多蓝品种的 优良性状结合在一起 进行人工育种 然而 六种多蓝性状杂交后 新生的种子 还要经过一年的时间发芽 再等两到三年 才能开出第一朵花 从选育 到第一株鲜花的盛开 这个过程 足足经历了十余年 咱们的这个育种技术 越来越强了 培育多蓝为什么那么难 像多蓝的话 它的那个绵越杂交 轻化甚至比较低的 像我们刚才讲的 那个多蓝跟美术多蓝 它们之间杂交都非常难的 其实美术多蓝 它有很多那些 优良贴线的贴壁 有些发射 多蓝里面是没有的 那么我们可以就通过 解决这个绵越杂交的问题 培育观察价 是更高的一个品种出来 另外就是我们一些 多蓝的五星科能技术 是非常难的 我们讲到的大旺续多蓝 现在我们这个是一个 杂交群体的来的 那么这个群体里面 就非常非常漂亮的 你那个五星科能技术 生产出大旺续多蓝出来 但是还是大旺续多蓝 还是没有公开 那么通过这些技术的 一个公开之后 我们就能够把大旺续多蓝 规模把它生产 这是我们第二个方面的问题 那第三个方面的问题 比如说大旺续多蓝 它真的五到六年才能开发 甚至七八年才开发 那么通过一些 那个基因编辑 还有其他一些技术 我们使它的优点 体能够编短 但可能三到五年开发 那可能它的价格 也就不会这么高了 那么它也可能 就是领够使它 那个金融千三万五 在我理解 这个兜兰 它最重要的价值 是观赏性 最为它观赏价值 跟经济价值 还有就是保护的话 我们也要把一些好的品种 就是一些好的株性 而且当然是比较好的 那么通过丸子 就是通过旧地保护 远地保护 还有这个职业违规 就把它保护起来 就是保护跟利益 是毒靴去做的 还有哪些改变呢 野生豆腐有一部分 是有香味的 所以我们正想 就是利益这个 有香味的品种 培育去 既多化有香味的品种 那么我把多化的 跟有香味的杂交 有可能就会产生一些 发有多有大 有香味的一个品种出来 比如说我们鱼城的一个 利益豆腐 它的那个发度 比它的清本的马利波多腐 有大一倍左右 马利波多腐的豆腐 大概就是5到8公分 但是我们的那个利益豆腐的话 可能就10到15公分 它的那个香味 比它的清本的马利波多腐 更好闻 所以这就是我们人 为什么使它的豆腐 变形的一个起源 我们主要是要提高 它的一个光项价值 你像这种豆腐改变之后 在市场上认可多高吗 现在的豆腐非常贵 认识度很高 我们这里能够 可以发了之后 都能够卖了去去的 市场价格 现在贵的就是 我们多饭豆腐 比如说大方式豆腐 一盆也要上千的 那么贵 对 就是这种东西 肯定上千的 曾老师把一朵花 变成两朵花 价格至少翻番 对 还可以变成两朵花 就是我们一些物种 可以都变成两朵的 这么厉害 我们现在做的一个 盆子豆腐 它原价可能就是 五六十元一株的 那么通过我们的改造 可能变成100元钱以上了 它因为单朵花 形成比较单调 那我们使它 两朵花腾子开的话 那么它们就是 明显的光页价值 会升高的 那在我们华南国家植物园 我们还尝试着 给哪些植物做改变 我们华南国家植物园 的物种是很多的 在这个过程中的话 我们也开发利用了 很多有经济价值的 比如我本人做的 这个枸杞的研究 枸杞的话 就是我们在众多的 经济作物中 进行的变形的 另一类的植物 枸杞大家都很熟悉 它不是已经很成熟了 我们还研究什么呢 枸杞它是这样子的 一般来讲 枸杞因为它的栽培历史 并不是特别长 大概有600年的栽培历史 那历史上来讲 枸杞都是把它 鲜果栽下来 然后晒干 然后再拿去运输 再去销售这样子流通 但是现在呢 为了更好地保存枸杞的 营养价值 我们在试图把枸杞 变成新鲜的水果 所以就叫鲜果枸杞 我们市场上常见的 这几种枸杞的区别是什么 我们市场上常见的枸杞 应该是有三种 一种的就是我们中间的 这个红色的枸杞 这就叫宁夏枸杞 一种呢 就是我们这边的这个黑颜色的 叫黑果枸杞 还有一种呢 这个果实比较小 也是红颜色的 这个呢 我们就叫它中华枸杞 这三种枸杞的话 它的口感 还有它的分布区域都不一样 从口感上来讲的话 中华枸杞就比较苦一点 然后宁夏枸杞呢 这个就比较甜一点 它的苦味就很少 然后这个黑果枸杞的话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苦味 但它的这个自然的分布区域 也不一样 比如说宁夏枸杞 多半都是以宁夏为中心 当然它有青海也有 新疆也有 内蒙也有 那黑果枸杞呢 多半都是在新疆啊 青海啊这些区域 还包括西藏 那中华枸杞呢 它的分布范围就更广一些 比如说它在我们的华中 华南地区 我们广东人吃的那个 上滩枸杞叶 那就是中华枸杞的叶子 我们最早是怎么发现这个枸杞 发现它的价值 枸杞的话 其实很多传说的 但是有几个的话 是比较典型的 一个呢就是说 古代有一个家庭吧 这个男的就去当兵了 那当兵的过程中的话 突然有一年就发生了灾荒 他就觉得很着急 要回到家里看看 他家里这个夫人啊 孩子啊 还有老人是怎么在生活的 结果等他一路回到家里的时候 就发现 很多人就是因为饥饿啊 就是饥寒交迫的 这个面色呀都很不好 生活也很不好 但是呢 他回到家里 他发现 他夫人孩子都非常健康 面色红润 所以他就问他老婆 说你吃了啥呀 他老婆就说 我天天吃水鼎旁边 那个红果汁 所以那个红果汁呢 因为那个男的叫狗汁 然后他的老婆的话 叫启士 所以就出来这个枸杞 枸杞这个名字 这么来的 枸杞为多年生茄苛植物 野生枸杞的生长环境比较特殊 主要适合生长在温差大 日照充足的地方 并且环境的好坏 也影响枸杞的生产和发育 我国古代 枸杞一般分布在宁夏 青海 新疆等地区 地区的限制 导致了枸杞产量较少 随着枸杞的营养成分 被人们所知晓 百姓便开始选择 性状好的枸杞大面积种植 但由于育种技术受限 产量并不高 如今生物育种技术的发展 更是让枸杞的种植条件 不再受限于自然栽培 枸杞也出现了 更多地区的种植 这样一来 大大提高了枸杞的生产效率 2011年 我国科研团队 通过对枸杞基因的分析和鉴定 研发出了中科绿川一号 其果实形状偏圆偏大 果实子少 成为了首个口感甘甜的 水果型枸杞品种 也是首个或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优良新品种审定的枸杞品种 并在青海 宁夏 新疆 甘肃等地 进行了示范推广种植 经过20年的努力 在宁夏建立了枸杞的种植资源谱 和遗传育种基地 推动了枸杞新品种的研发 为枸杞的遗传育种奠定了基础 我们对它们改变 就是枸杞都改变了什么呢 这个枸杞从野生的 变成目前栽培的 它的这个产量 肯定是比原来高很多了 比如说以前野生的 那可能100斤都不到 现在我们产量的话 可以达到600斤800斤的干果 原来的话 有1.5公分左右 就已经算是大的了 现在可以到2公分 3公分 以前的这个果子 从野生的到我们栽培 它那个果形很小的 因为它果形小 果皮又比较薄 所以它就不能够鲜食 多半来讲的话 都是要先把它晒干 然后再去运输 储存 这样就比较能够发挥 它的经济价值 那这个鲜果枸杞的话 就说就像番茄似的 我去过宁夏 在宁夏吃过鲜果 好像不是那么好吃 你们如果培育的话 会让鲜果像水果那样可口吗 是的 现在一个最重要的 一个培育的方式 就是让这个枸杞变大 然后口感变得更好 没有一点苦味 有一些甜味 和有一点甜酸的这种味道 这样子的话 你吃起来 没有那个厚苦的那个味道 变成鲜实的 大家就会觉得 这个比原来更好吃 改变的枸杞 能够看到它的经济价值了吗 能 鲜果枸杞已经可以上市了 上市以后 收益还是可以的 我们现在一小盒的枸杞 鲜果125克 可以卖到30块钱 甚至卖到40块钱 它如果是 比蓝莓还贵 可以比蓝莓贵 但是也有的量大的时候 可能比蓝莓便宜一点 如果是走干果的话 你的一斤枸杞也就50块钱 30块钱左右 我们认知当中枸杞就两个颜色 黑的和红的 我们除了对性状的改变 在颜色上还有更多的可能性吗 有啊 我们已经开发出来黄色的 然后通过杂交 也得到了紫色的 就是它不同成熟度的 很多彩色的 这么绚丽 对 所以现在的话 我们也在把枸杞 开发成这个盆栽的 可以观赏的 往这个方向去 家里就会吃 阳台上就可以长 又可以吃又可以看 这个枸杞来讲 您改变了它的产量 还有果形的大小 那您觉得 未来还需要改变什么呢 因为现在的枸杞 它是一个枝条上的果子 它不是统一成熟的 就是前面长果子 尖端还在开花 就这一个枝条的话 有熟果子 有不熟的 那我们目前的 一个重要的改变呢 就是把这个枝条 变成顶端封顶的 就让它顶端 开始长果子 这样的话 整个枝条一起成熟 然后就可以机械采摘了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另外我们市面上 看到的都是干的 就是因为它那个果子 皮比较薄 肉也比较软 所以它不是耐储存的 在这个运输的过程中 你如果碰一下 它就很容易就腐烂了 所以它要干燥 然后再运输 再销售 那我们目前呢 我们开发出来 这个新鲜的 鲜石的枸杞 我们的目标 也是有一个目标 就是要把果皮变厚 当然最主要是 把果子变大 果皮变厚的话 果肉变厚 这样子的话 它就可以让这个果子 在运输储藏的过程中 保鲜期就更长了 保鲜期就更长 我们在北方呢 吃到南方的水果呢 味道跟南方好像不太一样 因为大多数水果呢 是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 就要摘起来运输了 可是我们到了南方 可以吃到树熟的水果的时候 你才发现 这个水果原来这么好吃 这个问题在我们的改变上 能够做到吗 其实应该就是 通过这个科技的改变 应该还是可以做到的 因为其实南方的果实 之所以好吃 因为我们快成熟的时候 采下来的时候 它很多营养物质 你转成那种 比较好吃的成分都有了 因为你没成熟的时候 你运到百方来 它那个还没变过来 那吃的就塞得了 那么要像是百方吃到南方 这种口味的水果的话 它有几种方法可以实现的 一种就是到那个成熟的时候 采回来 通过那些很好的保鲜期说 直接运到这个来 就快采快流通 快消费 这是一个方向 还有我们就通过一些 培育的一个品种来 在它没法成熟的时候 我把那些 里面的一些营养物质 已经转了 那么它的味道 就跟成熟的时候 就差不太多 这个也可以实现的 就是两个方面 一个就是水果本身 你把它提升 再一个的话 你就是说通过你的保鲜 通过你的物流 让它降低损失 所以你就让它保持在一个 比较高的一个水平 我们华南植物园 对于热带水果的保鲜物流 做了非常多的工作 其实你能够吃到荔枝一样的 也是我们很多科学家的 这个工作的成果 你如果去广州吃到荔枝的话 跟你在北方吃的荔枝 味道也不一样 不是一记红尘非子孝 荔枝在历史上 有白果之王等美称 是我国文化底蕴 最为深厚的果品之一 由于荔枝果实 在盛夏高温季节采收 加上其品种特殊 采收后极易褐变和腐烂变质 近年来 华南国家植物园科研人员 通过生物技术 研发出了耐储存的 地吃保鲜方法 所以说我们在对植物 进行变形和改变的时候 可能普通人就会有一种担心 比如花越来越漂亮 没什么问题 可是要吃到嘴里的这些食物 我们怎么来保证它的安全 保证安全的话 这个还是 首先你不能够 特别特别改变它 比如说你完全把这个 一个茄子变成了一个番茄 那这就是完全的一种改变了 那这种是不大可能的 目前来讲的话 我们只能是说 对某些性状进行改变 比如说它的大小 比如它的营养成分 像这种改变的话 它都不会说 是一个非常非常剧烈的 一种改变 也不会对它造成一个负面的 因为负面的都在 我们筛选的过程中都筛掉了 我们保留下来的一定都是好的 因为推向市场的这个产品 都是第一跟我们的要求 跟我们的生活 跟我们目前的这种营养和食品 都相关的 我们对植物的改变 可以把它这些 对人不利的影响改掉吗 我们还是可以通过 昨天GNB的技术 我们把这个菌直接切掉 它就肯定就没有了 像那个百合花的话 很多就发分过们 那我们就配合出来 为发分的那些百合花 其实百合花的一些品种 是没那么香的 今天这么香也就我们改过来的 是吗 对 有的是从香变成不香 有的从不香变成香 我们在改变这些植物的过程当中 还有哪些技术难关 是需要我们攻克的 技术难关还是很多的 比如说从源头的 这个菁英改良 菁英编辑 然后我们现在的种植资源 种植资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因为不管我们做什么 这个植物的变形 你核心的植物种植 就是最重要的 最源头的野生植物 这个我们的要收集 要保存 就在我们植物园里边 所以我们植物园有非常大的优势 来做这个工作 比如说野生的 刚才说的 不管是豆兰也好 枸杞也好 我们要对它进行变形 你要找到它原始的那个种质 那个种质的话 它里边会有很多很多基因在里边 它不像是我们经过 人工选择了以后的这种种植的话 它就说通过一个平静人工选择 选择完了以后 它就比原来要少很多的这种基因 所以你最终你还是希望 从一个大的一个基因铺里边 去找寻你所要的 比如说大小 花色 成熟期 然后储藏性 抗病性 抗虫性 等等这些 你要把这些核心的这些基因 从这个野生的资源里边找到 然后你再去培育 华南国家植物园 除了肩负野生植物资源保护的重要使命 还承担着粮食和水果品种的改良 园林花卉开发等科研重任 不仅如此 还通过解锁植物遗传密码的基础研究 开展植物有效成分和遗传性 并对植物新品种选育 进行了科研公关 可以说华南国家植物园 从新品种选育到商业化繁殖 从行业标准制定 到推广前景应用 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未来我们华南国家植物园 还会对哪些植物 来针对性地进行改变呢 未来的话 我们华南国家植物园 这块对于我们其他的植物的变性 还是有很多的 我们现在有一万七千多个物种 加种下的类群 我们现在有很多珍稀宾威的植物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珍稀宾威植物 叫宝亭花 我们现在把它做成了盆花 非常漂亮 还有球兰 还有八月榨 还有港年 我们叫港年 桃金梁 桃金梁 名字非常好听 它叫桃金梁 就是因为它那个颜色 花的颜色有点像桃花似的 然后它那个果子 有点亮造的那个意思 所以叫桃金梁 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东西 像那个茶叶 很多茶叶是香味不够浓的 但是这一种无能茶 成有之后 再做成的茶叶 它的那个香味就非常浓 非常好喝的 那么就是这种茶 现在我们单位就是有研究团的 也在研究 成咬了之后 它为什么变香 如果我们把这个机制留在清除了 我们通过一些处理 就直接是不要成咬 也能够变成这个香味出来 就会有很大的规模化生产了 因为现在那个虫是没有外观咬的 成咬了 这可能它的茶叶 茶叶也会有影响 所以我们通过这些科技的一个改进 能够使茶叶就变得更香了 这些的植物的话 包括我们未来的花卉 还有我们的水果 还有我们的观赏植物等等 我们都可以做很多的 植物的变形的研究和开发利用 那我们现在也有很多 正在这个改变的过程中 那另外我们还会有一些新的 功能性的水果 比如说我们现在说的一种水果 叫三叶木通 也叫八月炸 为什么叫八月炸呢 就是它在阴历八月之后 它成熟 它就炸开了那个水果 所以叫八月炸 三叶木通本身也是一个药用植物 它那个果子的话 作为野生水果来开发利用 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所以现在我们也在做这个 八月炸 裂果肯定不好 没法保鲜 通过一些技术研究 它不裂果 它的种子比较多 所以它的种子变小 就更有那个食用性 觉得吃起来更好吃 产量又更高 随着我们科技的不断提升 可能看到更多 我们之前没有见过的花 是的 吃到更多 没有吃过的 香甜可口的水果 是的 非常感谢两位 给我们带来这么多期待 我们明明会更加关注身边的食物 关注科技 给我们带来的改变 好 感谢您收看 我们这一期的 透视新科技节目 如果您想了解 我们节目的其他内容 您可以下载央视频 收看我们过往的节目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